世界主要宗教简介 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 宗教是人类文化中的重要一环 不仅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也对一个族群的思想、价值观有很深的影响 各宗教都有不一样的教义、戒律与活动方式 目的大多是鼓励人们向善 其中起源于现今以色列的基督宗教 就是世界上信仰人口最多的宗教 教徒相信耶稣是救世主 信仰上帝主张的是爱、公义与救赎 在经过长久的历史转变后 基督宗教也分成许多教派 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 基督宗教主要奉行的经典为圣经 以教堂作为礼拜和祷告的地方 而教堂或教会也是教徒聚集的场所 教堂上的十字架是基督教的重要记号 基督徒相信十字架是驱魔、祈求庇护的标志 具有祝福、圣化的意义 基督徒向上帝祷告 不仅仅是向上帝求取 而是具有与上帝亲近的意义 基督宗教的活动与文化对人类影响深远 不仅仅对于基督教徒 有些与基督宗教相关的历史文化 也深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像是圣诞节 传说就是耶稣诞生的日子 许多人即使信仰不同 也习惯在这天一同享受佳节的气氛 而信仰人口 仅次于基督宗教的则是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起源于阿拉伯的麦加城 穆罕默德在那里创立了伊斯兰教 所以后来麦加就成了伊斯兰教的圣地 伊斯兰教的信徒大多分布在亚太地区 中东与北非 且自称为穆斯林 也就是归顺者、和平者的意思 穆斯林信奉阿拉为真神 主要的经典为古兰经 古兰经的教义深深地影响着教徒的生活 像是教徒必须每天定时面对圣地麦加 朝拜五次 九月则被教徒视为圣月 在这期间 教徒必须从日出到日落斋戒进食 还有因为古兰经中提到 猪是属于不洁的动物 所以他们也绝对不吃猪肉呢 除此之外 到麦加朝圣是伊斯兰教最盛大的宗教活动 所有的伊斯兰教徒 这一生至少要有一次到圣地麦加去朝圣 每个星期五则是伊斯兰教的聚礼日 他们会到清真寺去祈祷与朝拜 进入清真寺有一些特定的规矩 例如穿着 男性是不能穿着短裤的 必须盖住膝盖 而女性则只能露出脸和手 所以女穆斯林通常都包头巾 穿长袖 长裙或长袍 非穆斯林的人如果想要参观清真寺 也要尊重伊斯兰教的规定 注意自己的穿着哦 宗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每一种宗教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与文化 我们都要抱持开放的心 尊重不同的信仰 才能以互相包容的心态 去欣赏每一个宗教的理念与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して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Wednesday们 雨 ammonia 大家わ Foundation data 打 Cert som 证如